Lio聊四季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人對上維京人 好 那我們稍微來說明一下維京人跟法蘭克人之間的對決 那稍微講一下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主要是騎兵單位 騎兵的話有20%的血量加成 光劍時代刺頭就有優勢了 前期吃果子速度也會稍微快一些 這個能力有被稍微下修一點點 法蘭克人從頭到尾經濟都不錯 畢竟他有免費的農田經濟 所以他到了後期 維京人可能只會贏食物以外的支援 那法蘭克人應該大部分還是會打這個騎兵 所以有點被維京人Counter的感覺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維京人 維京人的話是有免費的輪軸技術跟手推車 所以經濟來說是全遊戲裡面最好的一個文明 當然就是他的工兵單位也算是不錯的 到了地龍時代 可等一下狂戰士幫增加這個奴兵的這個傷害力 最高攻擊力可以到十一攻 十一攻的步攻相當的強悍 那再來就是維京人還有這個血量的步兵加成 步兵的血量非常的多 好 不管出這個維京皇戰士 長槍兵還是劍兵勇士 血量都會有這個血量增幅 這個20%吧 非常的多 那到了中後期 突然都是打這個步兵加攻兵為主 那還有大豐車可以使用 好 那我們就稍微看一下前期的一個地圖 那維京人地圖驚慌在前面稍微有點擔心 這個有點被騷擾 而且他的野獎在外面 他的地圖可以說是偏爛 如果要打分數的話 這個分數大概只有20分吧 巨爛的那種 但好處是果子在後面 如果果子也在前面的話 那就是只有0分了 只能給0分了 他的木頭還是偏遠 你看兩片都是區域 而且不好為 偏龍被騷擾的這種地圖 他地圖真的偏爛 爛到一個不行 好 接下來看一下法蘭克 法蘭克這邊經濟就還不錯 這個礦區在後方 TC可以踏這裡 但果子在前面比較爛一點 兩邊大概都是40分或20分的感覺 那法蘭克稍微好一點 原因是因為木頭稍微偏旁邊 而且後面好像戳木頭 然後野獎在後面 還算可以接手 那圍巾這邊超慘 這個兩塊野獎都在外面 而且都是正對面前方 然後獅後也在外面 哇 他所有的重要資源都在外面 你看後方全部都是大片空地 完全沒有任何資源 圍巾這邊是超慘的 好 但是文明上有點康克法蘭克人 所以應該還能打 並不是說宣告死刑 那圍巾這邊 可以嘗試打一個前期棒棒開局 就是不錯的 就算投資裝甲步兵 後期也可以考慮轉進 好 那這邊決定兩棒棒出門 可以加速一下 這邊棒棒直接走進去 去深入 阻止對手蓋馬就 這邊棒棒看起來是要硬打了 對方村民已經過來 這邊要稍微反擊嗎 看棒棒想要有點慘喔 這邊直接圍起來 要來專心把這個馬就蓋好了 好 那圍巾點下來一級目 那一級農也可以打算點一下 那最近討論期有人在說 為什麼黑拉都不點一級農 那黑拉的講法好像是說 他認為一級農不點 只會讓這個農田多75片田 75片肉 一片田多75肉 那自己如果可以省下這個 一級農的木頭跟肉量的話 可以多出一隻刺頭 然後可以多灑一片田 可以讓經濟再更好一點 而且可以再多出一隻兵喔 所以感覺不點一級農會比較好 但是我是覺得 他的想法也沒錯 如果他是有這麼實力的 哇這可以收到一村 這個卡位走得好耶 哇這圍巾人 細節操作打得非常漂亮 好 那如果你是肉馬控得很好的玩家 跟黑拉10V一樣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不點一級農 然後直接多出點肉馬 去土包對手的村民 那確實是有優勢的 那我覺得如果你不是 空邊非常好的玩家 那還是乖乖點一下一級農 去把自己經濟優勢打出來 可能會更好一些 不然這掃75片田 你看75肉 175肉 然後你看對邊農田 直接是200多肉 這邊你看一片田是 一級農是250 哇 多75肉真的還是多蠻多的 我覺得 這也是一地果 就是各種細節疊加的遊戲 我既然這邊是沒有點一級農 他可能覺得他也像黑拉一樣 可以用自己的強軍士 去跟對方換村民 那確實喔 他剛剛兩隻棒棒也換到了一層 那他想法可能也跟黑拉一樣 比較偏強軍士的玩家 這邊之後繞不到 哇你看這邊 如果法蘭克繞不到村民的話 這邊出這麼多肉馬 其實一一就不太大 圍巾這邊被稍微換掉了 這個毛病直接被換光光 家裡毛病早就準備好了 這個長槍兵 加上奴兵 直接被壓了回家 這邊圍巾可以考慮轉一些自己的毛病 你看這個長槍兵在邊守 這個刺頭做不到任何事情 好刺頭按個一隻 哇看到刺頭瑟瑟發抖 趕快回家 好那兩邊都是小刀小弄 稍微加速一下 感覺前期沒什麼能看的 好這邊稍微秀一下操作 直接硬點奴兵 奴兵公兵 刺頭在後方直接戳死 公兵第一時間把長槍兵射掉 OK刺頭跟公兵還是拿到優勢 這邊公兵還是可以撤到柴果的村民 這裡有洞 好那法蘭克人在後方 預計繼續在繞 但這個果子還是可以吃得完 好農田繼續撒爆 哇很痛很痛很痛 這裡要找到一村了 好戳到一下 但是還是送光了 好那兩邊防守打得還都不錯 有沒有看這種地圖這麼爛的一個圖 他們還是可以打得55開喔 那我覺得圍劍這個防守打得非常漂亮 我覺得新手們可以嘗試學一下 像你沒辦法圍死的情況喔 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木去喔 也像這樣子用這個木頭 去木牆把這個伐木場連起來 然後圍成一個小小的空間 那下方這邊也是喔 金礦處就直接圍起來 好五個人採金 就差不多了 然後盡可能喔 去把木頭撲到十個人 然後去一直瘋狂撒田 這樣就可以一直邊出兵喔 然後邊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這我覺得是非常好用的一個細節 你只要能學會像圍劍人這樣子圍的話 你就可以上到1500甚至1600分喔 一定沒有問題 因為我發現很多的新手 大部分都死在不會圍加這一點上 那導致自己的村民很容易被對方騷擾 然後被打出經濟差距 那如果可以像圍劍人這樣子圍喔 就地圖這麼爛 還可以圍得這麼好 那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那圍劍人這一坨兵喔 應該是要送掉了 沒什麼意外的話 應該是送光光 兩邊都點一下城堡時代 那圍劍這邊可以直接 轉出長槍兵加上布弓打法 因為對方十八九是會出騎士的 那這時候可以在家裡補下一個修道院 可以好 可以雙射箭場 好兵過來喔 騷擾 這邊 還是有非常多的 這個刺猴 我已經果然點下了這個奴兵的升級 這邊把木槍點掉有點危險 應該是想要蓋TC喔 那我覺得這邊可以補個TC喔 這個TC補一下 他應該在等對方走 好這邊按支騎士喔 稍微抵抗一下對手 這邊騎士出啦 可以有效的對方對方的毛兵 吃對方刺頭也沒那麼害怕 那法蘭克這邊以上城堡時代喔 可以考慮先去點這個輕騎兵的升級 好再去按騎士喔 好伸到奴兵直接射光 OK這一集很漂亮 好毛兵 我覺得這個長槍兵 又可能要一直按喔 好這個工兵喔 那修道運趕快補一下會比較好 那這邊應該還是會先開TC啦 因為他這裡墓區太爛了 然後這邊也要再開一個 3TC直接開下去 然後轉出長槍兵的升級 會好一些喔 好這裡管要開TC 開這個位置 好法蘭克人的話TC也是開這個位置 那後方可以考慮把TC開後方的金框處跟木頭區喔 這樣子防守來說也會比較好一點 發展也會OK一些 好那法蘭克人很標準的點下來二級防喔 那基本上只要點下二級防跟跑速喔 法蘭克人的騎兵喔 在城堡時代入完成了 二攻可以不點喔 一攻可以嘗試點一下 好這邊想用這個騎士喔 去拿下一村 但是被法蘭克人守住了 好這邊看到騎士出來 看到裡面偵查的還不錯 好看到騎士在爆了 這個攻兵要趕快回家 因為現在沒有中傷長槍兵的情況下 是很危險 好這邊TC 長槍兵 家裡面有長槍兵被燒到會有點痛苦 好果然補下修道院 好這邊TC再撞個一波 送掉兩隻肉馬 騎士再稍微出來擋一下 好果然法蘭克騎士爆開始出來囉 這邊兵一個人趕快撤退 撤退看到對手騎士果然過來了 修道院尷尬好 能換掉一隻嗎 可以 OK但是沒有彈道血喔 所以這邊工兵要小心一點 工兵加步兵防守一下 家裡先開農 那你們會說 欸那圍巾人要怎麼騷擾對手 最好的辦法就是不騷擾 然後家裡按堆長槍兵嚇死對手 他趕進來硬拆 長槍兵就戳爛他 等對手沒有足夠的騎兵的時候 工兵跟長槍兵就可以潛壓了 那家裡再放到一些城堡 長槍兵防守就可以了 所以打馬國的打法 算是前起喔 你要轉手為攻 就是你要先防守住家裡 然後再去轉出大量兵 去防守家裡 然後再去潛壓會比較好 基本上步兵文明 就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好講的 就是你只能打個被動式的 這邊想要來稍微擋一下對手 找一下 很忙很忙 好 你找到 好 這邊繼續找 哇 斷了嗎 完蛋 他剛剛這邊斷著想 所以沒辦法著想到 微妙 他剛剛不小心點到地板這樣子喔 點地板的話 這個著想的一個湧燙時間喔 就會被中斷 就沒辦法著想到騎士 使用生女的時候一些細節 還是要小心喔 那他這邊被斷 斷這個著想 也有可能是因為看不到視野的關係 沒有視野的話 也會中斷著想 這裡有可能是對方操作秀的好 好 這邊有常常變的視野 如果沒有中斷的話可以繼續著想 哇 果然著到了 因為沒有斷著想 OK 著想到對方一隻騎士門鑽 好 法蘭克人這邊 跟蹤技術也補下了 好處也有了 那法蘭克人這邊可能會有點尷尬 因為這邊圍巾喔 很專心載農喔 直接點一下帝王時代了 78村帝王 工兵沒什麼出喔 也沒什麼出場上兵 3TC 4TC直接補下 然後3TC繼續開農 非常的完美 好 那第5個TC喔 可以考慮補這個 但我覺得5TC現在也不一定要開喔 我覺得你還是開了 好 把5TC開在下方位置 好 這邊收村 這個有在看 好 補下彈道血喔 但我覺得常常兵升級還是要趕快升一下會比較好 我覺得這個 這個圍巾的玩得很漂亮 真的打得非常好 地圖這麼爛還可以守這麼好 因為通常地圖很爛的步兵文明喔 很容易就會被對方騎兵文明喔 鬧到懷疑人生喔 他這邊建築血是建的蠻不錯的 直接圍死 然後這樣子把自己的家裡領掉 稍微小圍一下 就差不多了 然後再把自己的經濟給補回來 然後帝王時代強弩化學三級攻 然後待會有城堡 蓋這個位置喔 或是這裡也可以喔 好 果然蓋這個位置 蓋這個位置 然後點一下狂戰士棒喔 強弩 然後直接變成6加5攻喔 傷非常誇張 二級農 二級木 趕快補一下 好 這邊法蘭克轉出了弩炮 轉弩炮不錯喔 法蘭克的弩炮其實蠻能打的 好 我已經開始有軍事優勢了 OK 這邊城堡 全部射爆對方的刺猴 自己勝率還活了下來 很賺 哇 法蘭克人很尷尬 這邊有時代上的烈士 這邊該怎麼防守呢 後面騎士可能是要等到這個 城堡帝王時代喔 洞中騎士升級好才會上前硬 硬解這一坨 強弩了 哇 直接走進去 完美 這個圍巾人真的會玩 很懂很懂 之前我的那個影片喔 也是直接攻兵走進去喔 硬扛TC的傷害 然後直接射爆裡面的村民 超舒服 經濟差瞬間打回來 哇 你看這個圍巾人的建築學 OK 打得非常漂亮 然後這邊還有TC可以當城堡 箭矢來使用 然後家裡強弩 射籃對手 黃戰士幫還是沒有點 但沒有關係喔 黃戰士幫這個科技版 就會比較貴一點 先把經濟搞起來比較重要 還有這個長康兵升級 OK已經有升了 好 那法蘭克這邊標準的 憋到了重光騎士 還有三級馬坦 但村民樹已經掉至剩96村了 非常少了 好 站在這邊騎士回家 加上上面這邊騎士喔 一定是可以解掉的 油炮的部分 有繼續出嗎 油炮好像 是不是剩的差不多了 好 在這裡 這三台 OK 等一下狂戰士幫 陸攻傷害會再多一攻 重裝騎士還有五秒 OK 直接回村 一定要解一下這坨強弩喔 太痛苦了 二級攻補下 要來直接壓了 那圍巾這邊也意識到 自己要被包抄了 重裝騎士好了 但是強弩武功也好了 武功的強弩 6加5的強弩加上法蘭克 哇 好痛 十一攻 十一攻強弩傷害還是很誇張喔 但是沒有拇指環 射速還是有點微妙 雖然可以稍微換一些重裝騎士 但還是抵不過 騎士的counter攻擊屬性 順利的解掉了 這一步的進攻 好 這邊優秀的 轉出了自己的重裝長槍兵 還有護衛技術 二級防也點下了 好 異攻也補了 那待會圍巾人 也可以嘗試點下這個酋長 酋長特技點下之後 這個長槍兵 步兵單位 都有這個打對方騎士 有額外傷害 所以對付法蘭克人 是非常強勢的一個能力 那除了點下酋長 有打騎兵額外傷害之外 你只要用步兵圖到對方村民 或是生旅 都會有額外的黃金 圖到村民的話是5黃金 那生旅的話是20黃金 如果是用步兵 擊殺對方的貿易車隊 也是20黃金 但是在單挑場裡面 是看不到任何的貿易車隊的 所以這個酋長能力 在單挑來說 只能賺到黃金的部分 就是有村民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能力 應該也要給到工兵 只有給到步兵 我覺得不太OK 要是步兵也能吃到的話 那就很棒了 但是好像他這個設定是 會讓步兵 有這個獲得黃金的能力 所以如果連攻兵能吃到的話 那可能連攻兵也會吃到 酋長的打騎兵的 過外傷害這個能力 這樣好像會太強 所以只有步兵能吃到 這個掠奪黃金的效果 稍微可惜了一點 反正個人這邊繞了幾隻騎士的 到了後方 但後方這邊沒有大量打木工 下面這邊是有 好 從上面繞進來的 不知道維基妹會不會注意到呢 這邊還在偷後面的村民 這邊在開戰 直接被戳掉了自己的投石機 這邊的攻擊沒有滿關係 所以戳起來 喔很痛 雖然維基沒有擊兵喔 但是他這個血量夠多 長邊的血量有66滴血喔 擊兵只有60滴喔 所以這個擊兵多6滴血 那還有球長的一個加持下 其實跟擊兵差不多了 這個能力喔 而且還不需要擊兵的升級 擊兵升級還需要600紅金 那維京狂戰士 維京的長人兵喔 是不需要的 只要需要點下球長就可以了 喔相當的省 這邊過去抽掉 好 閃防這個想要來礦圖的城堡 應該也礦不下來 目前我已經不進攻的原因喔 是因為他想要先把外面的城堡給拆關喔 所以你可能手下自己的攻城器 好 這邊要點下金瑞狂戰士喔 這種狂戰士還是點下了 但法蘭克192遊俠已經農出來了喔 192遊俠對上維京狂戰士 這邊城堡幹的其實有點多喔 各種火力交叉 哇有點瘦啊 法蘭克 藏兵怪防守 這邊可能要盡可能的鬼死 OKOK 哇 維京這邊打得非常漂亮啊 各種萬里長城 這個維京管得非常OK 很少看到維京的玩家可以玩得這麼漂亮 防守做得很多 騷擾也很刀欸 這邊遊俠可能會上來包喔 因為這裡沒有長江兵 好 11攻強奴 對上192遊俠 還是有點心有餘力也不足 換掉兩隻強奴 兩隻遊俠就差不多了 好 長江兵在下面大砍一波 我們稍微回去看一下 長江兵在這邊交戰 好 這邊拔苦之後 25隻的長江兵 對上遊俠 32隻 第一波互戳的結果 遊俠掉的數量有點多 掉了快要10隻左右 但192遊俠的血量實在太多了 殘血的遊俠都活了下來 應該這個血量多這一點點 就可以讓這些遊俠再多輸出一些傷害 所以多12滴的血量真是多蠻多的 我覺得 畢竟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活著的遊俠才有輸出啊 好 三攻也終於補下了 那這邊圍巾人 最好是轉出一些狂戰士 或者是這個 劍兵勇士都可以 但這邊已經點下了精銳狂戰士 所以劍兵勇士應該是不太可能出來 欸這邊有洞嗎 哇 有洞落進去 尷尬 哇 一次繞得進去 好 第二波遊俠 一直不打正面 好 反而個人 這邊黃金 快要挖完囉 外面的礦區 這裡不能拿回來的話 就有點微妙了 好 殺旁這邊也是 好 這次遊俠打得不錯 有殺到一些村民 這邊黃戰士繼續追 這邊要來反打了 這裡有小小的高地 還是不敢打嗎 要繼續撤 被逼到角落 直接選擇逃跑 這些村民繼續被屠殺第二波的遊俠 打得漂亮 哇 法蘭克這一波的反擊 重創到了圍巾 圍巾村民只剩下97村 臭民術現在不多 那對方法蘭克 臭民術現在是有非常大的領先 至少領先了50村 圍巾蘭這邊會被一波打倒嗎 這邊圍巾黃戰士前線也是扛住了 好 場上兵湊下是 減22滴耶 有點多 好家裡這些遊俠 依舊在繼續繞 這兩個人蓋城堡 終於蓋完喔 蓋了7749天 好 用少量的圍巾黃戰士 換了幾隻遊俠還沒賺的 好 這邊巨星頭司機過來 要拆下方城堡 這個金還是要鎖一下子 這個遊俠鬧得很煩阿 好 正面這邊 遊俠硬拆巨頭 等拆掉兩台 三台也沒問題啦 OK 遊俠攻擊力夠高 應該有機會拆掉 哇 拆得非常漂亮 成功的守住殘血的城堡 哇 殘暴剛剛只剩200DC阿 再一把巨頭就有機會了 哇 反而這邊從大獵 變成城堡 偏優勢 但是這個城堡沒有拿到下 有點尷尬 那這邊可能要直接硬扛了 場地上來硬戳 遊俠被換的數量有點多 哇 迴巾這邊 換得很OK 好 第二波再過來 哇 直接追著跑 迴巾狂戰士是不炮戰毛兵的 毛兵士是遠防武 那毛兵的話攻擊是武 所以打這個 迴巾狂戰士只有一滴血 這些毛兵直接被正面尻爛 好舒服阿 2645迴巾狂戰士 好 家裡的內憂也終於解掉了 這些殘暴兵終於做到最後的事情 巨型頭司機三台製造好 這次要來進攻上方巨頭嗎 巨頭在哪裡 果然往上移動了 基本上只要把這兩邊城堡解決掉 對方斷金之後 就會打出了GG 所以不太必要去正面突襲正方TC 這塊金也被控住 反客氣非常不舒服 好那這邊出了 直斧兵 想要來稍微count一下狂戰士 當狂戰士打直斧兵也很痛 哈哈哈哈 四下就可以尻死一隻了 而且圍巾人的攻速很快阿 速速度 好 這邊反擊 上面這個殘寶應該很快就可以拿下來了 這邊法能克轉出化學 應該是要來出這個火槍了 這個確實喔 不出火槍是打不贏圍巾人的 這個狂戰士傷害巨高 喔 圍巾重點下二級農 我也在想說他二級農 到底哪時候要點 好 二級農點下 經濟就會好很多了 砍個洛蟲 手霧點到了 好 圍巾人這一補下自己的城堡 在上方處 要來控一下金礦 正面這邊突然突襲了 下方這邊城堡打不下來的關係 而且有大量的支撲已經在駐守 這邊決定要送一點步兵 直接去騷擾農田 的村民 好 圍巾這邊有點微妙的地方是 他沒有把村民繼續補血阿 這邊太專心在打架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不是很好 那法蘭克邊這邊金礦有點斷的 有點太慘烈了 黃金只剩下三百而已 直接歸零了 歸零金礦 好巨型頭巨型過來 架了起來 三方城堡應該也可以守住了 家裡內亂也是解不掉 沒有足夠的黃金 火上一點不太下去 完全被控金 沒黃金了 這邊法蘭克沒黃金 火槍點不出來 打出了GG 哇 遊俠出了一百多隻喔 但最後還是被圍巾控金 控好控滿 要看他經濟喔 經濟的話是法蘭克這邊小贏了一點實物 但是木頭黃金石頭也都是小贏一些些喔 但是這邊圍巾有這個五生物的關係喔 所以打到後期喔 法蘭克依舊沒辦法拿回這場比賽勝利喔 我覺得圍巾這邊打得非常漂亮的地方是 前方的工兵一直騷擾 那也有在等待這個 對方成型遊俠出來之前喔 這工兵走進去那一步喔 騷擾得非常漂亮 那前面這個城堡控金也是控得相當好 先控到外面這塊金礦 然後上方這些兩邊金礦再慢慢控下來 我覺得打得也是非常OK的 那我覺得最亮眼的還是圍巾這邊防守 這前期的維加的技術喔 這是很值得我們這些新手玩家去學習的一個重點喔 那後面喔再轉出長王兵喔 那還有這個圍巾狂戰士喔 喔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畢竟圍巾狂戰士在這個版本裡面喔 經濟圍巾狂戰士是一分鐘可以回40dc 所以打到後面喔 圍巾狂戰士的存活率其實是蠻高的 那我覺得這也是也算是一個不錯的buff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按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